今天的嘉賓是前香港記協主席 陳朗昇先生 昇哥 你好 你好 李烈 你好 是 那《立場新聞》的兩位總編被裁定罪成 法官押後案件是折疑底判刑的 那兩個被告是寫去保釋 陳生不但是前記協主席 也曾經是任職《立場新聞》的副採訪主任 對於兩位前同事的周園 那昇哥有什麼感受呢? 對我來說當然是不開心 因為我自己 兩位都相處了由2018年3月到現在 那當然《立場新聞》案件爆出之後 到現在我們都有一些社交場合 大家吃飯 聊聊天都有 那其實都只算2018年3月到現在 已經是六年有多的時間 剛剛六年半了 那很多的場景我都會記得住 那我想中兩位都是很專業 很努力工作的 也都跟我很不同類的新聞工作者 那即是跟你同類的 你又覺得可能可以比較一下 跟你不同類更加覺得 人家是特別厲害的 那樣 為什麼會覺得跟他不同類呢?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總編輯人物 都是可以在公司裏面指揮大局 看到世界 看到新聞的環境 我就很需要去現場的 即是無論是不是2019年 去做反西運動的示威現場也好 或者就要做一般普通的採訪 我都是要去到現場 我才覺得自在 也都覺得可以觀察 看到其他多些東西 那你叫我 所以現在這樣 他今天這樣 經常都在辦公室坐 其實就只是工作而已 那個做記者的感受不是特別強 但是他們做到了 那還有特別是鍾佩權 就是由他叫我找我去立場 那大家第一次談 怎樣去合作 跟著成長一路 公司的不同的變化 都看到他那個不同的面向 所以對我來說是特別是深刻 也特別是對他難過 因為看來他那個刑責都會相當之 很難說 看上去都會很重 我自己擔心是 因為這條件現在就出判了最多兩 他們已經坐了11個月了 他已經還了 那會不會判到最重的刑罰兩個月兩年呢 看你怎麼看 因為在洋川繪本案都判了21個月 那洋川那些繪本其實不是放了很多本出街而已嘛 就是不是很多人拿到的而已嘛 但是立場新聞是一個在社交平台100萬 subscriber follower的一個平台啦 那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那就是會判到最高刑罰都未定啦 那如果是這樣他就要再 而且是因為涉及國家安全的罪行啦 那就沒有了三分之一啦 就是可能要坐多一年多些還要 那就會是非常之心傷啦 那至於林兆桐也都令人很擔心啦 因為他的身體真的很差啦 他最近我們那些活動都沒有什麼出現的啦 因為身體的困難啊等等 那他也都私底下 就是有託一些同事來叫我 那些糖尿控制得好些 如果不是好像他見到他醫病的時候 那些人要洗腎啊 要切腳啊 那你就死了啦 那我很多謝他用在這個困難的當中 他還記得我啦 那但是他也是困難啦 他年紀比我輕 那但是他有太太啦 有女兒啦 那不知道 就是開心的 法官在判案的時候有講到 他判刑的考慮是用他 在做總編輯期間來去考慮的 講到明不是用他入職開始考慮的 那我希望在這個中間 他會有多一些的考慮啦 就是很認真講 法官在判案裡面的判詞的說法 我們唯有尊重 但是你問我那個事實裁斷 我是不認同的 就是譬如說我們是什麼本土主義啊 各樣東西啊 那些我是不認同的 那但是 什麼都好啦 就是希望就算最終現在都聚成了 那在判刑上面可以有多些人道的考慮啦 是 記協在立場罪案成之後呢 就發聲明指已經造成對香港新聞界不可逆轉的傷害 那陳生怎麼看呢 記協的聲明我沒有參與的 所以我不知道他敢寫的 那他寫出來之後我看到啦 那應該都不止只是他啦 不止記協啦 包括非常之溫和 但是以前寫文給鄧炳強點名 就是駁斥的陳景祥啦 前信報總編輯 新聞行政人員協會的成員啦 那還有李立峰啦 還有也是非常之溫和 以前《明報》的《重編濕流進途啦》 他們都寫了相同的東西 我想大家都會見到的 因為我覺得 我說了很多次了 其實這個是很明顯的一個東西方 或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的新聞官 和西方新聞官的不同 法官雖然是一個普通法的法庭 用一個很西式的配置去做 但是那個判詞 所刻劃出來的新聞的理論呢 很明顯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新聞官來的 就是其實都是黨的喉舌啦 所有的新聞平台都是為黨做宣傳啦 所以你這個新聞平台 為你的政治理念來做宣傳 這個是馬克思主義的新聞官是這樣啦 但是我們讀書我們學的那一套 就是從60年代 從美國新聞學帶過來 接著影響了中大、浸大 甚至樹人一路會 全香港的新聞學院讀的新聞理論 都是說新聞記者是代替公眾去監察社會 監察政府 是社會上面的第四權力 是僅隨於施政、司法、立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權 那我們最重要是監督政府 我們也要客觀、公正來做評論 也都是反映到市民的心聲和社會現象 這個是我們學的新聞學的看法 而我覺得我們立場新聞 一向都是緊守這個原則和做法 它已經有數據在法庭上看到 在立場新聞存在的七年裡面 說的是七十多萬的文章 我們沒有計算我們的Facebook posts 還沒有計算我們的IG posts 還沒有計算我們的直播 我們反而是整個社會 整個香港 甚至不止香港 比如中國 或者國際社會上面 對一些議題的看法 有爭有反 有人說立場的時候是反川普 其實我們都有文章是支持川普的 也都有一些看法報導 都是對川普是有正面的說法的 那你可不可以就這樣抽一幾篇 就說我們是反對川普 這個是反川普的平台 那就是一樣 你在這裡找到一些本土主義的說法 的訪問 但是其實其餘那些全部 我們也有很多是 不只是本土主義 是有大中華膠 支持中國民主等等的 的報導 評論 專題等等都有 那你怎麼去定義 去界定我們這個平台 是一個什麼定性呢 其實根本沒有需要 我們根本就是一個 什麼都有的平台 但是法庭很明顯 不是這樣看的 那當然啦 中美權也都用了很多時間 在這個聆訊的時候 和控方有很多激烈的辯論 和一個是互動 去說回他眼中是怎麼做的 這件事 那我覺得 我們都幾無負於社會對我們的託付的 就是我自己很希望 告訴那些市民聽 或者讀者聽 我們做事不是完美的 直播好 報導好 專題好 可能都還有很多地方去做好些 但是同事們 真的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就是我們都知道 很多人喜歡看立場 很多人關心 我們都有很大的空間去做 所以我們在那個時候 都很努力去做 其實呈現的 去包含的是 真是五湖四海 各方各面的意見 都希望大家看到 見到 不單止是新聞 不單止是政治司法 更加有哲學 有科普 有很多 娛樂少一些 後來我們都多一些體育 我們盡量希望大家能夠包裝 包含到 就是很簡單 譬如我講一個例子 立場後來我們去 拿到足球總會給我們的證 去採訪本地足球 我們去拍照回來 各樣東西的報導 在IG、Facebook 那時候歡迎的頻率都很高的 即是Facebook 隨時幾百like 在IG幾千like 多過長波入場看的人數 那你可不可以就這樣拿著 那些post就說 我們是一個提倡體育 支持本地足球的平台 那當然我們是有一個 這樣的心智的面向 但其實它是不是 完全就是這樣 不是 而更加重要的 其實是我想做的 是我想做 是我拿了一個證 跟著我在公餘的時間去做 我沒有用到公司任何的資源 額外的資源 我自己放假去拍照 放假去看 放假去寫一些文件回來 那就是這樣的情況 你可不可以定性立場 在對本地足球裡面是一個什麼的態度呢 那明顯就不是了 是不是? 所以 沒有辦法 事實如此 都 事至於事都沒有辦法 就是這樣 嗯 那記協都指出了 今年初 那政府呢 政府呢 是將這個煽動的判刑呢 是加到最高七年的監禁的 那加極了 是新聞工作者的擔憂 對新聞自由造成更嚴重的傷害的 陳先生怎麼看呢? 其實大家都看到了 那個煽動罪呢 是很大的爭議 第一 它是來自英國三十年代的法律 所以很多英聯邦國家都有 但是一些先進文明的 就是英聯邦國家都已經廢除了 是 或者將 煽動罪那個定罪的要求 是跟 比如引起即時報 或者一些種族仇恨之間的關係 就不是純粹表達對政權的不滿 其實很認真說 沒錯 這個世界還有很多地方 包括那些民主的體制國家 它都有煽動罪 但是你說如果將煽動罪 就這樣放在同一個 叫做 對政權認不認同 批判不批判政權呢 那這個煽動罪就很闊 就是你在說的 你在煽動一些仇恨 在煽動一些暴力事件 或者真的引起即時暴力 比如有些人說完這些事情之後 隔了一段時間 就是有人在地鐵站 暗動無差別攻擊一些人 這樣 那些煽動就很明顯 就是那些人說完之後 那些人發生的 但是 說完之後 其實沒有發生的 那你都說是有煽動的 意思 那就太過廣闊了 我也是對新聞自由 和對言論自由 是有傷害的 那不過 現在在香港這個地方 都是很難去 就是有些什麼可以改變的了 那只能夠 就是 我們都只能夠實事求是 這樣提出了這些看法 改不改變到 都不是我們可以去改變 可以去做到任何事情了 是 那陳先生還有沒有補充呢 都差不多了 就是只能夠說 就是能夠因緣際會 加入了《立場新聞》 都是不是三年了 知不知道 差不多了 三年半左右 是啊 那經歷了立場最好的時限 時光 其實立場一開始的時候 不是大家想像到現在 就是我們後來見所謂這麼風光 一開始受到11、12個人 很多同事都是在主場新聞過來 還很受到在主場的時候 突然結束的那個陰霾影響 就是其實我們立場那時候 是經常被人笑的 大家記得在網上 那些人有墳場 逃場 遊樂場 什麼場都是這樣笑立場 那所以很多同事呢 其實有時候 有時候是做得好為人讚 同事都不知道說真還是假 我覺得是真的 他又會說 其實大家的債美是假的 你不要相信啊 這樣 那一開始錢又不多了 我都記得 鍾貝權 我做appraisal的時候 跟我講 他原來沒有出足薪的 沒有出足薪的 那我那一刻真的很驚訝 有時候鍾貝權 不知道是不是處理了 要求很高的 有時候他覺得做得不好 都是很不客氣 這樣會直式其非 有時候都要受一些脾氣 但是那一刻聽了之後 我就覺得 你罵我了 你罵我了 你罵我 我都會接受的了 你這麼偉大 連薪都不收 都去頂住媒體這樣 那我想公道自在人心 正如我在被捕之後 接受一些行家訪問 現在這句都還在TVB的新聞裡 還有Archive裡 大家找得回 就是我無論任何罪名都好 都改變不了立場新聞 是做專業新聞的事實 那這個是我當天 被人搜完屋之後講 我們都今天重新回到這一點 是 那多謝阿星哥 那我們下次再見